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我要来为各位介绍 绿洲一号喷雾系统 那我也顺便来介绍如何组装 那我们首先来介绍这个材料 那材料我都把它放在桌上了 那包括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25mm的水管 18公分长的4个 那这个就是25mm的平面三通2个 那这是25mm转4分内压的4个 那这个是4分堵头3个 4分转16的倒沟接头1个 这边是6分有牙三通2个 6分滑接2个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是4分的 这是挂钩 角座 还有 64公分长的4分水管 然后再来 就是有 就是有65公分的水管2根 这边是6分转4分的三通 内压的3个 那这边是4方喷雾头3个 那这边是5公分长的水管4支 那我们再来 那这边是5公分长的水管2根 那这一个是6分转4分的有牙弯头 这边是有牙的2个 那4分的万象喷头2个 这是所有的零件都在这里 那我现在就开始来组装 那怎么组装呢 我们首先来组装这一个部分 三通2侧 这个要装起来 这个也是我们就先把它装起来 这个装在它的末端 这个也是 装在末端 那其中这一个 4分的转16mm的导钩直通 就装在这里 然后这个堵头 就把它装起来 好 那当然这些东西都是要上浇水的 有插管的 这有插管的都要浇水 没有插管的 这个罗牙的部分都是要上这个纸屑带的 好 那再来就是 我们来组装这个垂直管 这垂直管是62公分的垂直管 那它上来的时候是装一个 三通 那这个三通的话 这边是 这边是25mm的 那这边也是25mm 也是6分内压的 那刚好 可以锁这个滑接头 好 那这边的话 它的上方 我们来装一个 5公分长的 短水管 然后这里呢 再装一个 弯头 这边是25mm的 这边是4分的内压的 好 好 那 这个 4分的 就是要锁这个 万象 喷水头的 好 那这样 就完成了 它的一侧 那另外一侧 我们再来 也是啊 这是垂直管 然后这样子 再来就是短管 再来就是弯头 再来就是 4分的 万象喷入头 好 好 所以这两个 啊 将来它的左右 啊 左右角做之 就OK了 我们就先放着 好 好 好 那我们来组装 这个 横杆的部分 哦 横杆的部分 我们首先 哦 把这个水管 我们先从这末端开始 啊 滑接头 三通 三通 有牙三通 这边是四分的牙 四分的牙 好 那我这边 再三通 再一个 好 再一个 好 那这样接起来是蛮长的 好 那这样接起来是蛮长的 接起来这样就有 两公尺长了 超过两公尺 好 那我们在接的时候 必须要 保持这个三通 的一个 同方向 哦 垂直下一个 同方向 好 那末端这个也要 顺便接上去 这末端是接滑接 好 好 再来我们这是在上面 锁这个四方 分路头 好 好 那这个插管的地方 都是要上胶 好 那再来我们做这个 四分的支撑脚架 好 这是底座 底座 好 这是上面的固定环 好 好 因为这个水管 太长了 中间会下陷 所以我们必须 用这个支撑杆来做支撑 好 那 这个本体 噴入横杆已经好了 好 好 我们刚才已经完成这个 好 好 这是 它的角座 好 好 那 这样你就可以将它锁上去了 因为这边是一个滑接 这边是六分的有牙三通 就这样锁上去 好 那为什么我们要采取这种结构 就是说 将来我们如果要收藏的时候 可以从这边旋转把它拆卸下来 好 那你在收藏的时候就很好收藏 好 那另外一侧也是 好 另外一侧 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是 浇水汗屎的话你就要 要整个做这样旋转 好 整个做这样旋转 虽然弧度也比较大一点 不过也无所谓 因为你也很少会去将它做拆卸 拆卸动作的话也不大 不大可能常常发生嘛 就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边 整个 整个结构都好了嘛 那各位是不是觉得 这个 长路很长 中间会有下陷的现象嘛 尤其是 我们有跑水路的时候 那更重 所以呢 我刚才做的这个支撑杆 要把它架在靠近中间这个位置 我们来把它放在中间的位置 那它这个 有螺丝可以拆卸 我们来把它装上去 这是一个吊环 拍清楚一点 就这样子 我们把它上上来 这样子 那 螺母把它锁紧 好 这样就不至于下陷了 那将来这个系统在 运作的时候 它这个就是喷雾 这个水雾会喷 那上面的话 上面我们可以调整角度 调整角度 那很快的我们整个系统就架设好了 那再来我们要跟各位讲的就是 它的角座这个地方 那我们一般放在屋顶的时候 或是空旷地方的时候 风大 那你可以用砖头 把它固定这个角座 拿左右各一个砖头 用铁丝绑起来就可以固定了 那我们的水是从这边 软管进来 插口进来 那这边的话 我们设计成这个 堵头 可以拆卸堵头的原因 就是说 我们准备将来给各位做延伸用的 就是说 你可以延伸好几座的一个串接 那另外这一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我们也是用可拆卸的堵头 将来你可以装 这个 四分转两分两孔的 配线的头 你可以接中间滴水头 或是外向滴水头 都OK的 可以做一些延伸使用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我们这个系统 可以加构的其他配件 因为我们有很多座 连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有某些要关闭水源 那关闭水源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东西 球法 这是插口的 这没有罗牙的 这球法 你装在哪里呢 你就装在这个水 要上来的地方 就切断 然后把它插进去就好了 当然这个要缩短 因为它有的距离 所以要稍微把管子截短一点 那你就可以关闭这一座的一个水流 那当然 你如果说今天这一座要延伸的时候 你必须在这边加构一个 一个四分外芽 转16mm导钩的直通 就可以往下一座那边做一个延伸 那至于说实际的一个种植配件 我们来看一下我桌上这边 这个就是大号的环保育苗带 把它展开的时候就像这个样子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小白菜 是用这个环保育苗带种的 然后长得也很好 那这一叠大概50个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你也可以加构这个滴水头 因为我们这个喷露系统它的范围有限 那个四方喷露大概左右各两尺就差不多了 那你如果再更外围一点 你可以加构这个滴水头 那这个四分外 转两分两孔的 这个配件的话 这边有两个 因为它另外一头可以装左右各一格 那这中间滴水头有60个 不过其中有四个是我们会配给你末端 这样才有一个结束的地方 那这个是固定支架 固定支架 它可以插在你的这个花盆 让这个滴水头不会乱跑 那这里有10米的水管 那你就可以依照你植物的一个兼具 自己去做安排 我想要来为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的绿洲一号自动浇水系统 那这个系统 我已经实验了一阵子了 那目前总是有一些成果出来 所以我就特别带各位来了解一下 这个系统的成效 那我们过来看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系统就是 一个白色塑胶管做的一个灌溉系统 应该叫做噴露系统才对的 应该是用烟的叫灌溉 这个是用噴露的 那我在过去的影片也介绍过几次了 但是那时候的植物算是比较小 那目前都已经可以到采收阶段了 那当然在我们的设计开发过程 有一些演进 那不管在结构上或是在使用上的改进都有 那像我们在下面就是用一些保特品来种 那这个是我们最近新设计的 就是说因为我们种菜 总是需要用到一些苗 那苗的话在初期可能需要一些水分 的充沛的水分 那我们就在噴露 噴露头的旁边有挂了一些小篮子 那让噴露头顺便帮我们做育苗的动作 那我们在这边挂了四个苗盘 感觉上都有花芽了 大概两天左右都花芽了 当然这是小白菜啦 花芽的最快一定是小白菜 那其他的也陆续在花芽当中 那为什么说这个系统很重要 因为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场所是屋顶 气候条件 环境条件相当不好 四周空旷 那风很大 太阳很大 然后地面很高温 非常不容易种植任何的作物 各位可以看到 包括这种 这种仙人掌科的 这些东西你看 都不是很容易存活 表示这个条件是相当恶劣的 那我们晃远旺去 这些屋顶种的也都是阵亡的比较多 那到底这个系统有什么成效 我们来看一下它长的情形吧 来帮我开拿一下这个机子 来看一下 像这个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这个菜 都是 每一本每一本都长得 相当硕大 因为它水分供应的非常充足嘛 所以说 它的叶子可以不断的生长 这真的是 比我之前种的都还理想 这个 这个 一点都不说给 菜市场 在卖的是那些专业农场 生产的东西了 因为 因为在市面上 看着小个菜也不会这么大 就是我这么感觉 那 不止这个 这鸡每一盆都一样 都长得这个 又大 然后又翠绿这样子 即便这边 它的生长环境条件很差 不过呢 它这个 都是不受影响 因为多年来 我也一直尝试着在 在这个位置种 菜 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那 自从这个 绿洲一号开发出来之后 总算有一点成果啦 那之前 长得瘦巴巴的这个葱 现在也变得很肥厚了 这个都是 很肥厚的葱 这个有点像我们 市场在卖的那个等级的 所以我们这个系统 除了这个小排在之外 我们还种了三同蒿 还种了这个 这个是香茅 那也种了波士顿蜗具 各位可以看到这些波士顿蜗具 它的生长状况也是挺良好的 这个花根的情形 还有包含这个韭菜 也是叶片 算是肥厚 然后软嫩 稍微一拉就断了 所以 对于各种植物 生长条件都算不错的 菜 野菜都是野菜类的 那 这个就是 这个绿洲一号 噴露系统的 概况 那以上为各位介绍 绿洲一号的详细细节 跟安装方法 那希望各位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 请记得要按赞 也别忘了要订阅我的频道 那各位如果有需求 可以加我们的LINE 谢谢各位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